昏赢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229集 屈墨丹 诸葛明是个直性子,等了片刻便急急问道 杨开,你方才准备炼制的是什么灵丹 杨开恭敬道 回诸葛大师,弟子想要炼制的灵丹换作屈墨丹 什么丹 诸方声音陡然提高了一份 屈墨丹 杨开一字一顿地重申 诸葛明和诸方面面相去一眼 这世上灵丹,大多数灵丹的用途都能在名字中有所体现 这灵丹的名字听着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诸葛明眉头紧皱 这屈墨丹的用途,莫不是 杨开汉手道 正如诸葛大师所讲的一样 这屈墨丹的用途乃是驱除侵蚀入体的墨之力 诸葛明和周方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站在两人身旁的汤裙更是张大了嘴巴,一脸难以置信 杨开不及不虚道 远古之时,这墨之战场便曾有人族大能之时与墨族抗争 古时先被智慧惊人 曾研发出驱墨丹这种灵丹,用以对抗墨之力的侵蚀 只是时代太过久远,这丹方早已失传了 这一次晚辈机缘巧合,在一处秘境之中找到一位先被丹师留下的残破手闸 那手闸之中记载了驱墨丹的丹方 只不过因为手闸的破损,所以那丹方并不完善 这些日子,弟子一直势力将这丹方补全,然而却未能进攻 诸葛明急急道 宣北丹师留下的手闸,那手闸在哪儿 周方也是一脸殷切地望着阳开 两人虽然都已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炼丹大师 但大道通途永无止境,他山之时可以攻玉 对阳开提到先被丹师的手闸自然是极为好奇 若是能观摩那手闸,对两人或许有极大的帮助 阳开自武必咒自真之意,将那手闸取出 诸葛明眼急手快,率先接过 神念涌入,探入其中查看 周方没抢到急得要死 不时地拿眼睛瞪向诸葛明 大又拿眼神瞪死他的冲动 本以为诸葛老皮肤肯定要看很久 谁知不过片刻之后,诸葛明便一脸无语 看不懂啊 不知者无能 周方立刻鄙夷一声 毫不客气地将那残破手闸从诸葛明手上抢过来 沉浸心神查探 诸葛明挟视着他 你要是能看得懂,老夫名字倒过来些 周方新神沉浸手闸之中 脸色凝重,神色专注无比 好片刻功夫才收回新神一脸苦大抽身 全被智慧,果然博大精神 诸葛明顿时吃了一声 这手闸之中记载的许多文字 皆都是极为古老的文字 两人压根连认都不认识 还有一些字眼倒是认识 但排列在一起却不知其意 显然在古老的年代 语言的表达与眼下也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的一份手闸绝对价值连成 但如果不解其意 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大用 你看得懂 周方无视了诸葛明的嘲讽 望着杨开问道 诸葛明也是精神一振 先前观察杨开炼丹 前击步骤进展得极好 只是到了遗书关键点才忽然失败 显然那曲莫丹丹方的前半部分 杨开已经累会了 杨开道 基本上看得懂 手闸中许多字眼 他也是不认识的 但因为他炼化了 那位先辈丹师留下的诸多丹道道痕 纵然不认识那些上古文字 看到知识也能解其意 诸葛明和周方顿时精神一振 前者祈祷 将那曲莫丹的丹方道来听听 说不定我们两个老家伙能帮得上忙 周方在一旁蒙点头 两人素来不太对付 都觉得自己练丹术比对方高出一筹 极少有意见统一的时候 如今为了这曲莫丹的丹方 也顾不得针锋相对了 杨开道了一声 正有此意 便将自己所知丹方详细道来 诸葛明和周方在一旁认真聆听 一道丹方 足足说了半个时辰 言罢杨开才叹了口气道 那手闸存在的年月太过久远 已有破损 其中记载内容 价值最大的便是这曲莫丹了 只是因为手闸的破损 导致记载的这一丹方也有缺失 弟子日前多次尝试 炼制前期一切顺利 然而每每进展到这关键之处 便会失败 弟子推测 这丹方缺失之处 应该记载了一位 或者几位关键的药材 若是能将此处补权 这丹方便能重现于世 诸葛明文言汉首 嗯 你的推测应该没错 只是如今到底缺少了什么 却是毫无头绪 不 也不是毫无头绪 这丹方的前半部分 与后半部分都很完整 唯独中间缺损 咱们完全可以从后半部分的内容 来推演这缺损的信息 周方神色凝重 纵然如此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缺少的到底是一位药材 还是几位药材 都用了多少分量 在什么样的火候下投入 这种种变化牵扯太多 真要是重现这丹方的花 所需要消耗的药材 恐怕不会太少 诸葛明道 这我数年来 各大人族关爱 为了研制这曲莫登 消耗的药材就少了吗 如今已有现成的大半单方 只需将关键之处推演完善 便可大功告成 这等好事 岂能不错 周方文言汉首 嗯 这刀也是 杨开在一旁听了 不经开口问道 各大人族关爱之前 研制过曲莫丹 诸葛明点头 研制过 每一处人族关爱都研制过 莫知利的侵蚀 无可化解 在战场上一旦有人族将士 被莫知利侵蚀 就非得壮士断腕 割舍自身小乾坤 断绝了自身武道之路 所以我们这些丹师们 便曾想过 是否能炼制出一种灵丹 来对抗莫知利 巧的是 我们也将那未出世的灵丹 命名为曲莫丹 周方解道 只可惜啊 耗尽无穷岁月 无数资源 也未能有所进展 一些稀奇古怪的灵丹 倒是因此炼制出来不少 却独独没有 驱散莫知利的效果 事实上 在你来碧落关之前 我与这老家伙 偶有闲暇时 也在研究曲莫丹的炼制 等你到了碧落关 有了净化之光后 我们两个才彻底放弃子弹 周方忽然道 是了 如今有你那净化之光 这驱墨丹 就算炼制出来 还有意义吗 诸葛明也忽然想到了这一层 连忙望向阳开 阳开沉生道 有 净化之光虽然克制莫之力 但催动此数 也是需要消耗珍贵物资的 而那物资特殊 早晚有消耗干净的一日 到那时候 没了净化之光可以依仗 驱墨丹便是我人族将士的安全保障 再者说了 如今净化之光都封存在每一军的驱墨舰中 在战场之上 人族将士若被墨之力侵蚀 就非得返回驱墨舰 若是距离驱墨舰不远还好说 若是距离太远 不方便返回呢 早时候驱墨丹 比起净化之光会更加方便有用 嗯 说得到也是 诸葛明点点头 转眼看向周方 那咱们两个老家伙就尽力而为 若是真能将驱墨丹给推演出来 说不定可以名垂千古呢 周方顿时精神一振 自当竭尽全力 如此就拜托两位前辈了 那驱墨丹的大部分丹方 杨海已经完整地讲述出来 又说了自己最近这些日子 炼制失败的种种 帮诸葛明和周方 踢出了一些不必要的尝试 剩下的事就无需他多操心了 驱墨丹丹方的推演 交给丹堂这边即可 他本可以一开始就将所有的事情交给丹堂 耗费一个月功夫亲自练丹 也是为了更加熟悉那一份丹方 验证其中的可能性 不过如今纵然证实 驱墨丹可以练制出来 丹方也有现成的大半 丹想要将完整的丹方推演出来 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 词别之前 杨开与汤群道 吩咐药谱那边 多培育一些无光草和轻语悬腾 两位大师若是真的 能将那驱墨丹单方推演出来 这两样东西的需求量将会暴增 汤群汉手道 师兄说的是 方才杨开与诸葛明和周方所谈之事 他也旁听了 自然知道此事关系重大 驱墨丹的主材料便是无光草和轻语悬腾 一旦真的炼制出来 药谱那边栽种的确实不太够用 离开丹堂 杨开没急着回去 而是去了一趟战备殿 在外奔波了多日 如今关内安宁 关外也没有墨足洗手 正是修养生息 仔细修行的大好时间 待到下一次墨足大军来袭 可就没有这么多闲功夫了 真要算起来 他也是心境欺骗 确实需要好好提升一下自身的修会 毕竟开天境之后的修行 本就是漫长岁月一点一滴的击累 战备殿永远忙忙碌碌 人员进出不断 来到战备殿一处窗台前 杨开递上了自己的身份名牌 窗台后 一位容貌清秀的女子接过 一番查探 哑然地望着杨开道 你就是那位杨开杨师兄 碧落关中 见过杨开的人不少 没见过他的更多 但基本上都听说过他的名字 是以这女子才会有此疑问 杨开道 若关内没有第二个杨开的话 那便是我了 女子名嘴一笑 果然是杨师兄 师兄是想对换些什么物资 是杨师兄